我們經常說 工夫十八般無異 工夫千百種 學一種就夠了 我們常常說工夫一點館 工貨很價錢 其實要學工夫一早就夠了 古神蘇松平也是啊 是啊 工夫百義 都落後不用花了 人家說工貨一點館 你說的說工貨一點館 切餘不可算 人家說錢館整一樓 會買兩三步 你兩步三步就好了 你那一步沒有 你那一步你會灰燒燒 蘇松平是1951年 他出生在台中的東四 他家普通普通的 他爸爸在做木材 在他高職畢業的時候 他爸爸木材在這裡 在東四林場 那東四林場離東四很遠 木材還不是要人家顧了 他就去那邊搭了一個帳篷 在那裡顧木材 顧木材很無聊 拿一台相機上去 那時候以前小收音機 小收音機鑽鑽鑽鑽 九點的時候 去鑽就中廣 中國廣播公司 台泥11塊買進 11塊一毛賣出 亞泥12塊買進 12塊一毛賣出 憲哥這樣講不像 那個時代是怎樣 是這種聲音 台泥2塊1買進 2塊2賣出 三音啦 對 亞泥 然後生意都平平的 對 然後沒有高低起伏 沒有 本來一個你念 那也很厲害 本來一個你念 買了兩個你念 我買了那兩個已經五六十塊了 你念 結果他就在那邊聽聽 聽了六年 一集聽股票的時代 聽了六年 那時候股票還不到六十打 那四十幾幾而已 聽了六年聽到 他真的有那樣 報備如流 但是他在聽到過程 感覺說 每天在去 他沒做高票聽到 覺得出租我 覺得很奇怪 他就有得不聊你 他就聽到最後 覺得說 長聽到今天聽到都不一樣 昨天可能 10塊一毛買進 10塊兩毛賣出 今天變10塊兩毛買進 10塊三毛賣出 後禮拜變11塊買進 12塊賣出 這個中間都每天在去 不一樣 那是什麼時代每天在去 可能他住到每天在去的時代 是 那時候我們五十幾年 民國五十八年 民國五十八年 五十九年 他跟民國六十四年 那一年 剛才聽了六年 聽了六年那一年 他爸爸做木材工背書 撩兩百多萬 那他聽這六年 他都沒有做股票 沒有 沒錢 他就在房間要怎麼做高票 那時候沒電話 沒手機 他真的有特異功能 他真的做不聊 他可以忍得住 結果1975年 民國六十四年 他虧了兩百萬 因為他爸爸幫人家背書 那兩百萬要還怎麼辦 他想說 以我來說一個高資 比我沒什麼專長 唯有從股票市場裡面賺錢 所以他就勇敢的投入股票 十一年的時間 就把他所有的債務還清了 因為他太有記憶力 而且他每天 每天他有一本簿子 每天抄 抄那個收盤價 抄到後來 你是說他在聽的時候 他就每天在那邊抄 沒有 收盤 聽的時候 有人在這樣抄 但是抄你自己那一兩檔而已 但是他聽到最後 他就有一個概念 開始他就選一些好顧 而且他都分批進場 他不會說整個都漏了 說比較難聽的 頭上沒什麼錢 我們說八個 要說整個都漏下去 很怕說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這樣十一年 他就把所有的債務還清 兩百多萬還清了 所以他在東四有股神之稱 就是蘇松平 好 據說他也是靠一招 對 好 我們來看他到底靠哪一招 好 那我們常常在講說 你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人在江湖飄 哪有不挨刀 對啊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招 保命的招 好 比如說 在今年元月三號 大立光跌破三千塊 那時候大立光為什麼跌破三千塊 大立光還是大立光 大立光在台中還要擴廠 找不到工人 找不到地 為什麼會跌破三千塊 因為大家認為說 手機的0.75公分的高度 已經進崩了六批而已 結果大立光真的很厲害 他竟然能夠多塞一批變七批 那是我們都不知道 大立光也不講 結果就... 外資就把它調降平等 外資砍走一眼 對 結果跌破三千的時候 他在2980他開始買大立光 他認為大立光沒問題 這麼好的公司 結果跌到最低2875 好 當股票K線 K線你把它集中集中以後 它就會有一個線型出來 我們說你就慢慢地看 看久就會出一條線 那條線就出來了 來 這條線就出來了 他說他就是相形理論 你的任何一個區間裡面 一定有一個高點 一個有一個低點 當股票他在做一個盤整的過程裡面 他會相形 當相形理論跳過這個頂的時候 他就會到另外一個相形 所以他就在那邊 所以股票是一個箱子 一個箱子 對 一個箱子 就請我們長榮海運的貨櫃 在貼那個火鍵的兩款 這樣一直貼上去 不然就是貼下來這樣 現在下來 2875沒有負貨 他就都在這個相形在上面 他就慢慢加碼 加碼到4千塊的時候 他就賣掉 賺三成 這是第一個 他賺三成 三成他已經覺得很滿意了 因為一般如果說 在第一期間 我才賺三成很好 再來比價原理 同樣是光 同樣是光 大力光已經漲了三成了 一斤光沒有漲三成 不一樣的光 做的都一樣 而且同樣是蘋果的概念股 所以這個理論就可以用 但是亞光就不能用 因為本來大家認為說 6P以後會變2P加3P 3P是亞光的魔罩玻璃 結果沒有 大力光太厲害了 他幾近7P 就想不到了 大力光太厲害了 所以我們來看 玉京光 玉京光在248的時候 他買進 因為你已經漲三成 那我老二呢 老大他有一個定毛效應 他漲了三成 那老二他 應該也有機會漲三成 對不對 對 理論上來講 然後老二沒有漲 對 所以他就變成比價原理 這就是一個比價原理 這沒有什麼高深的一個知識 就是說你覺得說台女已經上升了 亞女跟台女差不多 為什麼他漲得比較 八百十六歲 為什麼體價差很多 就是這樣而已 不然你就要 要吃那個 那個等大人 不然你沒辦法 等大人 所以248買 他也是後來就賣到差不多400塊 他漲幅是超過大力光 因為大力光在4000塊那邊 在那邊做一個 整理的一個態勢 所以有時候就是利用這兩招而已 他也沒有什麼很多招 但是他這樣謹守他的招數 他謹守紀律 他這樣一路上都賺錢 從來沒有虧錢 好 所以呢 是不是說明天幾下 我們今天教你了 明天趕快試試看 不一定要等明天 今天晚上就趕快先做好 做好功課 然後明天再觀察 不一定明天就要上車 但我們回來看 其實很多人說 做股票真的很辛苦 我白天要看股票 下午要做功課 晚上要看美股 一早起來 還要看我們 東森財經台的新聞 整天理著四點鐘都沒辦法休息 但警官說他很輕鬆 遊山玩水 為什麼你可以那麼輕鬆 你30歲就退休 對 我30歲就 今年6月才從警察底氣失職 對 你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決定 主要是因為 我目前每一年 他的現金流收入 有超過我的生活支出 現金流收入 對 就是投資股票領到的股力 然後有超過我的生活支出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但是賺的有比你以前 當警官領的薪水多嗎 有 有比較多 有啊 對 就是有超過我的年薪 對啊 我是真的不應該問 但我還是很想問 做警官一個月領多少錢 7到8萬元 7到8萬元是高薪耶 你這30歲耶 7到8萬 這樣年薪是百萬年薪囉 對 我們差不多一畢業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薪水 但是那是要加班 平均差不多要加班 每個要加班70到80個小時 那年薪百萬的工作你不要 你早去做股票 其實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有在研究投資 跟你認真上班比起來 坦白說真的 研究投資還是輕鬆一點 你認真上班是比利財 就是要花很多你的勞力 然後下去賺這100萬 跟你那個在電腦前 然後研究一些報告 然後去買一些好公司 我覺得那個勞力的程度差一點 所以你是在決定離職前 你就已經有被動收入 超過你的薪水 你才做這個決定嗎 對 我才做這個決定 因為我投資一些也滿久的 雖然我才30歲 但是我從22歲就開始投資了 所以你可不可以講講 你的投資的經驗 其實我在那個從讀錦大的時候 錦大很難考耶 錦大那時候考 那時候我們班上有一個同學 在研究投資 我印象很深刻 班上有同學在做勾票 對 在做股票 機場在做勾票 也沒有 其實我們念錦大是很無聊 我每天就是練樓道練射擊 然後跑步 然後那個 每個月有一萬多塊零用錢 然後我那同學 就把那一萬多塊零用錢 他就慢慢的存慢慢的存 然後拿去買台股 但是那時候我沒有存起來 我就是把那一萬多塊零用錢 就拿去花光光 因為我們一到五都關在學校裡 其實很無聊 對 然後所以就是 我們六是一定要把這一萬多元花光光 那心情才會比較舒服 要不然會覺得很鬱悶很痛苦 但就唯獨那同學很特別 然後他就是去把它給買起來 然後直到我大學畢業以後 我發現 上班比上大學更辛苦 上班的話你不只就是 在學校那單純的環境 你還要去面對那種外在很險惡的環境 可是你是警官不用去衝衝衝嗎 但是我們要帶隊啊 帶隊 對 所以我們就是可能 例如你是當分隊長或當所長 你要帶隊 然後去領檢一些色情場所 賭博場所等等 領檢色情場所不開心嗎 領檢色情場所 領檢色情場所 的確比賭博場所開心一點 但是其實那出路 我們每次看那個新聞有沒有 那個辣妹排一排有沒有 排排站這樣子 對 我們可以免費進去 我們都不用錢 對 但是 的確來講的話 但是那出路還是比較複雜一點 對 這是難免的 然後一定都是深夜去 你不可能白天去那種場所 所以生活其實是 很不正常 不正常 真的是很不正常 然後其實我很多同事 如果你稍微年紀大一點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身體上的疾病 所以後來你就決定還是 所以我決定專心一點就投資這一塊 不要拿槍賺錢 對 真的 就是從生活中走 不要在槍口下考生活 那你為什麼會選擇美股呢 其實我覺得 我這個人就比較喜歡從生活中找股票 因為我那個同學他是投資台股 然後我一開始也是研究台股 然後結果我發現說就是 台股它很多的公司 雖然也是有些生活化的公司 但是絕大多數都是電子股 像是這張圖 它那個上面的話是那個 鴻海台積電 然後這幾家其實都是電子股 然後但是它的大客戶都是蘋果 最大客戶都是蘋果 一個是供應鏈的差別 然後一個是客戶大訂單的差別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定說 那這樣我那時候 我橫向很深刻 我在2012年的時候 那時候蘋果 iPhone 那時候幾乎人人都要拿一支iPhone 然後晚上要熬夜看那個 手機的發表會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定說 蘋果好像是一家不錯的公司 那有沒有機會可以去買到它 不要說只有限於台股的公司 然後後來我發現說其實 買美股並沒有那麼的困難 只要上網開戶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買蘋果了 所以你有去統計 就是7月份以來呢 蘋果漲27.8% 但蘋果概念股的 鴻海漲17% 台積電已經是猴栽雷了 只有漲24% 還是輸蘋果 所以分身輸本尊的概念 對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就是其實你會發現說 一個是左邊是客戶 然後右邊是供應鏈 所以柯沃是 穩茂和洪捷克的客戶 對 可以這麼說 柯沃7月份漲42% 穩茂漲44% 洪捷克漲69% 那我們穩茂和洪捷克啊 對 我覺得一般人會這樣 那我就去買供應鏈就好了 但是其實我會擔心說 那這個客戶是不是一定會 給這個供應鏈下訂單 其實這是很難講的 因為這個供應鏈 它可能今天好不容易 接到這個大客戶的訂單 然後隔天這個客戶 又因為某種原因 它下給它的競爭對手 然後這樣的話 它那個營收就會掉下來 我覺得台股它很多 如果是電子業來講的話 很多都是那種波段循環的公司 它的起伏會比較大 反而像美股那種 可以長線抱著住的公司 我覺得比較多 那你在生活中怎麼找股票 你說你用生活哲學選股啊 對 其實像我的話 我會例如就是 陪我太太去逛街 然後就是找一些股票 逛街找股票 哪有這麼好事 像是百貨公司的話 你有沒有聽過亞斯蘭黛 亞斯蘭黛 來做美妝的 然後或者說 它最常去 它可能是喜歡去好士多 去 然後它本身是好士多的會員 然後它繳了會員費之後 它對好士多就非常的忠誠 它就堅持說 它只會去好士多消費 因為它覺得 它已經繳會員費了 所以它就一定要在好士多 然後它都買很多東西 然後或者說 像是星巴克 它本身也是 在美國有上市 然後星巴克這種生意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生意 例如像麥當勞 其實它也有上市 但是我們很難 每天都吃麥當勞 很難 但是我們可以每天 喝一杯星巴克 其實可以 所以你就會選擇星巴克 對 所以我就會選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 重複消費的公司 重複消費 對 我們麥當勞 基本上應該沒有人 可以受得了 可以天天去吃麥當勞 但是我們團隊今天全團隊都吃麥當勞 真的嗎 但是應該不會天天吃吧 而且它吃完一份不夠 又叫小元去買一份回來 那這樣的話它應該要去買 像麥當勞的股票 把吃麥當勞的錢賺回來 所以其實像我就把星巴克的錢省起來 然後去買星巴克的股票 而且我覺得美股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這也是為什麼吸引我 從台股轉去美股的原因 我知道大多數人 它都是從台股開始 但是我覺得美股 所以美股的生活股比較多 第一個生活股比較多 然後第二個是它的門檻反而比你想像的更低 因為它只要一股就可以買 可以買一股 像是剛剛我們講到那個星巴克 它現在股價就差不多90美金左右 90美金的話 一股只要台幣差不多2700元 那你有算過你的投報率 現在平均一年大概可以賺多少錢 你剛說超過你的薪水嗎 我們已經知道你的薪水是百萬 那到底超過多少 我平均一年報酬就超過20% 20% 對 所以你說佩息加上資本利得的話 一定至少都有200萬 所以你整天都在娶娶七頭就對了 我可以這麼說 就是生活的確比以前優災一點 時間比較彈性 對 然後但是我其實晚上還是就是 都會看一些公司 然後研究一下說 那這樣的話還要買什麼股票這樣 其實這變成已經是我一種興趣了 我發現從生活中找公司本身來講的話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